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这个提速口开, 其实只要看到了, 问题都不大, 农民补到了16个, 反正是从来没有探对点过, 就是探对了, 这一次都没有探对过, 还做了一个小细节, 拿自己的一个农民藏在这外面, 等一会儿时间过去看看对手, 到底是独豹开还是, 还是这个, 造了提速口之后开矿, 嗯, 细节都还做得不错, 这边自己也是, BS雪池, 雪池和气矿一起下, 看佛俊姆停气了, 佛俊姆停了农民的气, 这样的话要双开, 提速, 嗯, 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个选手来说, 就是对于HL Forever来说, 就非常的好打了, 因为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侦查到对手, 是这样一个开局的话, 啊, 这边是有溜了这个四条狗, 一条小狗, 先进来看一下, 因为他不知道对手的位置, 所以说小狗要出去, 先过去看一下, 进去看一下, 你这边停气, 一个农民采气,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判断对手是, 一个提速口开, 当然这个开局其实有变化的, 这个时候有50的气之后, 恢复采气, 放毒暴虫潮, 第一时间, 这一个毒暴虫潮好的时候, 佛俊姆是会有100的气, 刚好可以造四条小狗, 再补充一波, 再补充一波这个小狗的话, 就是四个, 四个毒暴带上一波小狗, 你现在是, 即便你是有一个这个, 防御塔的情况下的话, 你要防这一波, 还是要凭借着自己比较好的操作, 这个操作的细节呢, 就是说你把这个地暴, 和这个女皇, 拿来点对手的四个毒暴, 因为对手四个毒暴, 一定是和小狗一起A过来的, 你的地暴如果不点的话, 他第一时间攻击的是小狗, 然后他的毒暴强行往里走, 然后配合着小狗进去, 进去之后, 进去之后, 这个时候就尽量的给你换, 换完的时候, 他在顺势再补一波农民, 这样的话, 一个提速狗开, 打双开, 这个局面的话就不亏了, 我们看看Forge, 看看Forge刚好现在是有100的气, 停气, 然后变四个毒暴, 有变四个毒暴吗? 这边是两只小狗进来看到了, 他要变多少毒暴啊? 再次补充小狗, 这个时间就晚了, 我觉得Forge, Forge在对这个打法的理解上面, 他应该进去要变, 要不然的话他踩这个气没地, 但整体上来说, 我觉得两个选手的ZVZ的防守, 都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Forge这样进去的话, 其实是不赚的, 其实是不赚的, 好, 咬掉就没问题了, 家里面这边是毒暴虫巢, 然后第二个地宝, 马上对手的狗速就好了, 狗速一好, 你这波就一点都不赚了, 因为其实我们看看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农民数量吧, 看看农民数量, Forge是有16个, 而这边是有15个, 但是你的双开才刚刚开好, 而对手现在的狗, 可能说卵比你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防守也比你稳一点点, 所以说你没有赚到你应该赚的东西, Forge可能想打一波吧, 我看他这个人, 因为后续又刷了很多狗, 又刷农民了, 打得很激进啊, 两个人, 有必要吗, 他摆下了就, 变独暴了, 变独暴, 这个独暴仅仅是一个防守, 以防守型的姿态来变得一个独暴, 我觉得其实之前那一波如果变好独暴的话, 可能还会多打掉点东西, 其实他没有用我说的那个, 其实是一个套路, 就是提速狗开打, 双开的一个套路, 他那个时候, 他第一时间变独暴, 就出去的四条狗, 然后四个独暴, 然后带上一波狗进去, 就是强行抹进去, 抹进去他会杀到对手很多农民, 只要进得去的话, 杀掉一些农民, 杀掉一些农民之后, 自己刷一波农民, 修地暴, 在家里面再开始变少量的独暴防守, 其实这一波防下来基本上就稳赢版了, 而这样一次交换之后, 其实刚才的交换, 他没有赚到什么便宜, 但第二波狗被穿进去, 这个是自己这个FAOForever自己的问题了, 对, 而且平凡的两个女皇都被点掉了, 这边藏起来变独暴, 我觉得ZVZ还是一个比较注重细节的一个对抗吧, 两个选手都没有把细节做得特别的好, 这边是放了独暴中潮, 但是这两个独暴会给他造成很大的麻烦, 两个独暴往下一A就可以了, 这边又是一波狗, 又是一波狗, 还得续蟑螂, 嗯, 这个Fore Dream的这个蟑螂还会来得快一点, 对方蟑螂潮才摆好, 这边咬一咬, 然后这两个独暴忘记了吗, 打不进去, 这边也是有好多防守的, 现在开始变一下这边, 两个人开始补农民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就, 其实Fore Dream的农民数量就会多很多了, 而且Fore Dream也出了这个, 出了四个蟑螂, 他将HFocus要4比0呢, 然后如果靠门没再弃全的话, 那就是5比0, 哇, HFocus一上来, 搞个5比0有点厉害啊, 嗯, 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一波有什么组成的呀, 组成26个农民打24个农民, 但是这两个始终未动, 这两个洞, 我一动起来, 我估计他应该是现在看到自己, 还有两个独暴了, 嗯, 正面可能在压的同时, 背面两个独暴就直接直取这一波农民了, 这一波滚下去, 其实滚不了几个, 大概三四个吧, 但起码节奏了, 正面是给你点压力, 背面, 好, 这边为什么在没给压力的情况下就去了呢, 这边看到了, 哎呀, 点掉了, 那你炸好了, 你炸到什么, 炸不死, 其实应该正面A的时候背面去, 那这样这一次双线做完之后, 没取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成果, 不过经济上还是有优势, 30个农民打24个农民, 嗯, 我没有让自己在这样的局势上面把优势扩大, 还是有点可惜, 由于是一个对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HU Forever要翻盘还是有机会, 就看他怎么样选呢,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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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弗吉姆这边是直接下了好多的农民去造东西, 你说怎么农民少了, 我看到农民一下突然少了四个, 我还以为被撞了, 但是还是有优势, 弗吉姆优势还是, 农民立刻又补回来了, 现在补到了35个农民, 嗯, 这11个农民现在经济会差得非常的远, 升二本补农民, 32个农民打39个农民, 对方也是在升二本, 那整体, 二本代表快一点, 而且摆成了三基地, 对, 整体上来说这个农民多出来的东西啊, 多出来的东西就是三基地, 那这一盘还是弗吉姆, 那么只要持续暴兵就可以了, 永远都领先一手, 诶, 诶, 这个怎么就退出了, 是, 什么问题, 积极也没打, 难道是觉得自己没机会了吗, 嗯, 可能是这样的吧, 但是他农民数量已经补到42个了, 没必要退出比赛了, 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点还是比较远的, 嗯, 非常莫名的, 这个选手退出比赛了, 我们要请裁判去处理一下, 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整体上来说, 我们是看到了这个, 目前的这个局势, 问问佛俊吗, 现在已经退出了, 应该不在这个里面了, 嗯, 好奇怪, 好奇怪, 这个我们要出去问一问, 在频道里面问一问, 看看什么情况, 当然这个, 已经不影响大局了, 因为之前已经是三比零, 嗯, 下一条也是, 啊, 这个, 太尴尬了, 这个, 取个名字, 好麻烦这个选手, 他的账号被人登录了, 所以就掉了, 那, 哦, 他是怎样呢, 他之前是, 这个HL Forever, 之前是他有自己的号的, 但那个号呢, 没充钱, 就变成体验版了, 所以他就只能借一下, 别人的号, 这个也是, 这个应该是自己的, 自己的责任的, 所以说, 这张比赛, 如果, 其实要打的话, 如果, 还是能打一下, 嗯, 打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是, 佛俊们拿下这张比赛, 问题不大, 因为他确实是多出了, 那么, 一个基地的优势, 一个基地优势, 这个基地优势会导致, 三框开的比, 这个, 早, 比这个, HU forever早, 所以说, 劣势大概是, 劣势三七开吧, 我估计三七开, 所以说, 要看最后怎么判, 当然这个, 由于你是劣势, 还以掉线, 那这样这个形式, 就是一般我们的判法, 是这样的, 优势掉线, 如果你是优势以掉线的话, 那么就是说, 判同赛, 如果你是劣势以掉线的话, 一般就是直接判辅了, 因为是以掉线, 这个掉线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要等待一下裁判, 最后的一个公告吧, 对吧, 等待一个公告, 好, 如果这样算, 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那这样, 扣妹妹也是齐全的, 那今天比赛打得好快, 对, 又是很快, 我第一天来扣妹妹就齐全, 这个让我有点不爽, 还不给我命, 扣妹妹你跟我, 你跟我记住, 以后能黑你的地方, 要么把你往死里黑, 该个应的就个应, 扣妹妹这种, 天天跟西瓜这种铁空鸡一起, 不知道现在决成什么样子了, 现在西瓜我不黑了, 我会扣妹妹了, 今天比赛, 今天比赛就这么快结束了, 有点印象不到, 是的, 又是印象不到, 那明天的比赛, 你知道是打谁打谁吗, 明天我还不知道, 还没拿到这个表, 明天我估计应该是, 那个, Hist吧, 之前有一张, Hist打, Hist打, 应该是Hist打, Hist打, 这两个队好像, 水平, 小强水平特别对, 就是职业选手, Hist打, 可能多一点, Hist好像没那么多, 但Hist好像有, 库拉菲啊, 还有这个, 杰森啊, 这样的选手, 所以说还不错, 还不错, 那么今天的比赛, 也就是到这边了, 我们就只能到此结束了, 非常的遗憾啊, 这个扣美梅放了我们鸽子, 让大家没有看到比赛, 所以说该喷这个扣美梅呢, 大家就下去好好喷它一喷就好了, 也可能它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情况, 不管喷了再说, 我们不管它有什么情况, 反正放了我们观众的鸽子, 你看你喷它了, 当然我们是得给它说说好话, 就不应该的, 对吧, 嗯, 今天的, 我看他们在干什么, 看replay吗, 是没什么好看的, 我觉得, 有什么好看的, 这场比赛, 你既然板子已经上了, 所以说我们就最后, 宣布一下这个比分嘛, KDFox是5比0, 5比0是横扫了RYH, 那么今天的直播, 我们也就到这边结束, 到这边结束, 那么明天晚上的7点半, 我们依旧是会给大家带来, 这个NSTO的一个比赛, 嗯, 好, 那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到这边的比赛, 我们下期, 感谢观看